振興圈暗藏套利空間 就怕房不勝房 現在已經開始有網友討論 各種的轉售模式 假設用2500塊錢賣出 扣掉自投腰包1000塊錢 等同現賺1500 而購買者呢 同樣是可以得到多出500塊的面額 也難怪行政院要明定不得轉售 我才會用到自行圈 如果是我可能就賣2000塊 那我要考慮一下 我就考慮一下 我再把它轉賣 再貴一點點賣給別人 可能會有些別的打算吧 民眾看法不一 網友更是熱意 有人直接開架 還說如果不犯法 希望多多益善 覺得用來買奢侈品好像不錯 但也有網友深謀遠慮 擔心缺錢的人 可能會被黑市低價搜購 現在振興三倍券 規則出爐 政院出招 不可以換現金 防止民眾賺假差 但就連綠尾 鄭運鵬都在臉書說 政院可能是礙於道德帽子 才會禁止買賣 但買的人一定會消費 賣的人 現金早晚也會花掉 換言之 小吃攤老闆收到振興券 不向政府換錢 而是拿來消費 有何不可 鄭運鵬反而鼓勵 展售 認為可以創造更多的轉捉率 不過現在已經開始有黑市蠢蠢欲動 有些地下錢莊 甚至高利貸的財務顧問公司 打算鎖定街友 或是急需現金的民眾 大量搜購 從中套利 黑市行情曝光 代購費300的500元不等 這一來一往 價差獲利 出估超過10億 相當驚人 鄭運鵬 從雛行到定調 連綠營自家人都主張 可以轉售 現在明面上禁止換現金 防得了君子 恐阻擋不了黑市 記者林永明和威榮太陽報導